現在我們馬上就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那這個呢 最重要的其實我們的這個範例的重點就是 你怎麼樣從伊拉錐特裡面把你的路徑抓過來 因為畢竟大家對 AE 的這個鋼筆工具 總之還是相對比較不熟悉 那你比較熟悉的是不是伊拉錐特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伊拉錐特做好的路徑 就直接把它複製過來 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以前舊版本比較很早以前的伊拉錐特 你可能需要去偏好設定做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新版本都不需要做 所以你就不用特別去指定 因為他預設就有勾起來 所以你只要在伊拉錐特裡面把你畫好的路徑 貼進來就可以用了 我們來試看看 首先我們在貼過來之前 我們自己先在 AE 裡面 你自己建一個新的合成 好 剛剛那個就是給你看一下完成的 我們就自己建一個新的合成 好 那一樣的我把背景設成黑色的 就用預設的 1920 乘以 08 里 OK 這樣有一個空白的 那麻煩你再增加一個空白的塗層 因為待會兒要把字寫出來 還是需要有一個塗層 好 跟你在 Photoshop 的一樣 你如果 Photoshop 沒有塗層的話 請問可不可以直接用 不行對不對 路徑不能單獨存在 濾鏡也不能單獨套用 一定要有塗層才可以套用 好 所以我增加一個新的合成之後 再增加一個空白的塗層 什麼顏色沒有關係 好 你喜歡用什麼顏色就什麼顏色 因為待會兒 真正的顏色跟它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這樣我就增加了一個 OK 好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部分完成 各位你已經準備好之後 我們現在以達衰的裡面 你自己開一個空白的 好 那在這邊你就看你要它寫出什麼字 你可以自己決定了 那你用被字曲線也可以 或者你要去描圖啊 其實都OK 那如果這邊比較單純一點 我們就是來換個顏色 好 換個顏色 交換一下 其實你只要那個就好了 不需要填色啦 欸 我現在畫被字曲線 在這裡 假設我這樣畫完了 那如果你不需要填色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一下 欸 他現在是 來 我告訴他不要填色 然後筆畫的顏色幫我換一下 OK 筆畫顏色只是讓我們這邊看的比較清楚 假設我做一個這樣的簽名 你就可以把這個路徑直接複製就好了 拷貝 我就可以拿到A裡面來囉 但是一個前提是 剛剛講過的一定要有塗層 第二個 你要點到這個塗層 這樣子帶我切進來的時候 才會是屬於它的 那我就Ctrl加V貼上 或者來這邊貼上就好了 有沒有 路徑就過來了 所以 同一家公司的產品就這個好處 你在整合上比較方便 那我們過來之後 你看一下這裡的變化 在塗層裡面的變化 有沒有多了一個叫Mask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是開放的 也就是它不是一個封閉的路徑的時候 對它來講 這樣就只是一條路線 跟我們上個禮拜有沒有做導引線 跟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我們上上禮拜有那個導引線動畫 所以如果你做導引線動畫 老實講你也可以從什麼 所以那邊丟進來就好 不一定 一定要在A裡面自己畫 好 那你這樣進來 這個路徑Mask 是可以怎麼樣 重新命名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把它看得比較清楚 你可以按右鍵 或者按鍵盤上 英文鍵盤的Enter 都可以改變它這個Mask1的名稱 那顏色可不可以改 可以哦 因為有的人移過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顏色 是這樣的顏色 跟我在雅翠那邊不一樣 如果你覺得這個顏色 可能跟你的底色太過接近了 這個地方 這個色塊是可以按的哦 你看我來按一下 你可以自己指定你覺得 我看起來比較清楚的顏色 有沒有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也是在A裡面 它使用上我覺得還蠻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把路徑直接貼進來就好 請問路徑一定要用李達瑞的做嗎 可不可以用ForeShop做 也可以 所以你在ForeShop做好的 也可以把它貼過來 為了要用李達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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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廈 知道,要用李達瑞的 自己去做的 要用李達瑞的